要成为真实的真实 要可以说我活在真理中 不那么容易说 那你可不可以说你活在真理中 如果你大部分很真 可是你偶尔讲谎 你可不可以说你蛮真实 如果你大部分很真实 你只是偶尔讲谎 你只是偶尔戴上面具 你只是偶尔覆盖一些东西 只有偶尔隐瞒真实 你可以算真实吗 要真实 意图 意图 话语 动作 行为 都要一致 然后它不是一个偶尔的一件事 它是不断的在发生 它是你的根本 你就是来自于它 我们生命中有小的谎言 中间的谎言 跟大的谎言 小的谎言是什么 小的谎言就是细微的一些动作 当它们不是一致 譬如 当你在道歉 可是你没有感觉到 那个道歉的感受 那个懊悔的感受 那个对不起的感受 当你在感恩 可是你真的没有感觉 那个心的温暖 那个感激的心 当你在问你好 可是其实 你没有那么在乎 它好不好 你只是需要带过 因为它是一个文化上 的一个正常 习惯 你的话 跟你的感受 不用一致 当你开始养着这个习惯 Yes 那那个是比较无意思 因为变成自动 可是自动的东西 小的东西 一直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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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这个真实的标准 就压得比较低 那中间size的谎言是什么 中间size的谎言 就是 当你说你会做一件事 然后你没有做到 Yes 等一下我会做什么 然后你没有做 你也没说 别人也会对你这样子 然后他说 我会做这件事 可是他没有做 他没做 会产生什么在你内在 会产生什么 一个怀疑 一个不相信 他下次说他会做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就 希望 可是不一定 他下下一次 说他会做 可是他又没有做到 你会更加怀疑 然后最后 他怎么说 你就 就是不一定就对了 也许 可是不一定 这个就是你自动反应 每一次你说你会做一件事 然后你没有做 你的话会失去他的力量 为什么有一些人 他会有心想事成的能力 为什么他可以说一件事 他可以让这件事很快速的产生 也就是因为他的话是有力量的 那为什么话会没有力量 为什么话 以正常来讲 应该是有心想事成的能力 可是当他没有 你在哪里有失去你的话语的力量 每一次你讲谎 一点点谎言 或者很多谎言 只要你讲谎 或是你隐瞒任何的事实 你的话语会一直 话语的力量会一直流失 流失 如果你很真实 你有可能不能生存 为什么 人必须讲谎 否则他无法生存 是这样子吗 是自己的投射 你自己认为 人是这样子 为什么自己认为 人是这样子 因为也许自己是这样子 你在设计你的世界 Yes 大谎言是什么 大谎言就是 我不爱你 可是我非常孤单 跟不快乐 所以我们就结婚吧 这个是大谎言 是不是 我奉献我的生命给你 我们在一起 我没有那么爱你 可是我真的很孤单 我真的说不了我自己 所以我就 来跟你在一起 一起承担这个我 要活在真理中 不是一个偶尔的一件事 没办法 偶尔真实 偶尔讲谎 要活在真理中 就是 完全真实 在各方面 就这样子 这个就是真实的标准 然后 真实 就要成为 你的生命的第一 你要活在真实中 它要比任何东西还要重要 明白吗 真实 如果你要真正活在真实中 真实必须成为第一 你的价值观的第一 你才有办法 因为如果你有任何的欲望 它比真实还要强 为了得到它 你会愿意讲谎 你才有办法得到 如果真实的你 你要试试看 真实的得到 可是得不到 那你就必须讲谎 你才有办法得到 你必须成为不真实 你才有办法得到 如果 那个东西的重要性 是生过 真实 是不是 因为它比真实还要重要 所以 为了得到它 你就会成为不真实 Yes 你明白吗 譬如 你要这个工作 可是真实的你得不到 因为你真的没办法 符合那个工作的一些标准 所以 你就会讲一些谎 成为不真实的 你才有办法得到 因为那个工作 比你真实还要重要 你拥有的 就是比你是谁还要重要 如果你很爱一个人 你很想要跟他在一起 可是你无法真正表现出来 真实的你 因为你知道他的品质 蛮高 蛮不错 条件蛮OK 所以 所以为了得到它 你就改变你自己 因为 它 这个关系 比你 做真实还要重要 所以 你会愿意成为 不真实 为了得到它 明白吗 你明白 所以 真实是有它的代价 那个代价是什么 就要看 主要就是 你要真实 你就是要勇敢 你要真实 你就要愿意损失 你要真实 你就是要愿意逝去 你要真实 不是你的 就是要放下 就没有任何 抓取 没有任何执着 因为 你不是以 你的欲望为主 你是于真实 为主 所以真实的代价 是什么 在生命中 你就会发现 你要愿意 承担 做自己 的结果 你才有办法 活在真实中 你才会发现 交损 所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